我其實當時看到我覺得蠻無奈的 因為瓜哥真的是很照顧每一位前輩 也很願意提醒我們這些後輩 那有特別要避嫌嗎? 就是因為沒有發生過 所以應該也不用刻意去避嫌 對 我們沒有刻意在避嫌 這好事情 因為柔安姐看到新聞有沒有交手 我不知道 因為第一個我跟柔安姐沒有到這麼的熟 對 新聞爆出來之後 你有私下跟瓜哥還有討論嗎? 我沒有跟他特別討論 因為沒有的事情就是不太需要去做什麼討論 而且我們的錄影也都是照常情形 沒有像就是媒體所說的這樣 我其實當時看到我覺得蠻無奈的 因為瓜哥真的是很照顧每一位前輩 也很願意提醒我們這些後輩 因為就是 瓜哥很常就會把我們都叫去 然後就會說 我覺得這一段你應該要怎麼樣呈現會更好 有時候就是真的做不好 他也會直接罵 我們要罵什麼? 有 因為有時候要表演 然後我會太緊張 然後會一直沈溺在那個很緊張的情緒 他就會說 他覺得我在台上的時候 看起來很緊張 然後心不在焉 他就覺得這樣是一個很不對的 那有特別要避嫌嗎? 就是因為沒有發生過 所以應該也不用刻意去避嫌 對我們沒有刻意在避嫌 那瓜哥真的很提醒跟照顧後輩 我待在大集合這麼久 怎麼都沒有人關注 不夠紅了 不好意思 瓜哥對大家都很好 不是說單獨或什麼 不然是嚴厲過得好的 我們之前不容易秀松 然後柔安姐有來 對就是一起 就是在旁邊看 然後也有 就是又來球場 然後幫我們一起去加油 對柔安姐看到什麼 也沒有跳手 我不知道 因為第一個 我跟柔安姐沒有到這麼的熟 對 錄影還會就是照行進行這樣子 對現在都照行進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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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很高 同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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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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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